三十舞蹈劇场最近跟两位韩国剧场导演合作 融合现代舞跟形体剧场 呈现出新作品叫做《逃亡2015》 面对大环境跟生命的烦闷 他们将逃亡当作改变的机会 编舞家用灯光变化 舞者在台上摸索探寻 打造出一个魔幻虚构的超现实场景 舞者在台上拿着手电筒 透过移动的光源切换 营造出在空间中逃亡的气氛 这是三十舞蹈剧场在TIFA国际艺术节的作品《逃亡2015》 无论怎么样你还是决定你要离开现状 就是很义无反顾的 可是那有时候是你不得不 然后那个状况是一种 你很想逃离可是你逃不掉的那种烦闷 延续2013年的作品 这次跟两位韩国剧场导演跨界合作 融入了戏剧元素 企图从人的内在挖掘出 逃亡更深层的动机与理由 虽是跨国合作 但没有在作品上展现出异国风格 反而是回归本质 表达出追寻突破现状的过程 我并没有刻意要怎么样的去注入韩国的元素 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很中性的人 从人这件事情出发 那我们讨论了以后 其实有一些就是一些很烦闷的状态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 我们参考那个贝克特的剧本 《等待果托》这个剧本 我们有在节目里面有摘录一些他的台词 我们把它放进来 如果你不走 你会用于你站在这 现代舞和戏剧的跨界合作 让关于执行动作的舞者 必须要重新适应 思考台词该怎样说出口 其实我一直提醒他们说 不管你们做什么 一定要有一个动机 即使你一个抬头 一个吐气 一定要有 不然你会觉得 到最后你都是做假动作 都是虚的 《逃亡2015》带领观众 挣脱现实的混沌 找到可能的出口